他是中国拳坛百年难得一见的格斗天才 凶猛无比的战力和难以挣脱的地面 都是他对手的噩梦 每一次比赛他的权力以赴勇往直前 他就是中国70公斤级别最强的实力拳王 欧阳峰 欧阳峰是一个跟搏击颇有缘分的选手 出出茅庐就击败了众多拳坛老将 之后更是一路高跟猛进用KO的方式 拿下了两条拳王冠军金腰带 而他的战绩也是十分耀眼 二十战二十胜二十KO 足以让他比肩世界拳王 这样出彩的成绩也吸引了强者前来鄙视 他就是被誉为拳坛胡子杀手的戴维特·奇利亚 作为格鲁吉亚传奇般的人物 奇利亚的作战能力堪称是完美 攻击刁钻凶猛 步伐灵活难捉 跟他作战的对手必须死死盯着他 稍有不慎就会被他得手干掉 那么这样一位传奇杀手戴维特·奇利亚 也是盯上了欧阳峰 那么这一场比赛就是两人的巅峰对决 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这一场比赛也就是我们的中国大战戈鲁吉亚 选手也很简单 红封选手我们的中国小将欧阳峰 大战格鲁吉亚胡子杀手戴维特·奇利亚 胡子杀手奇利亚刚刚从自己这个受伤的手臂呼腹中回来 其实跟我们中国选手打过很多次了 15到18年就战胜过正招一封行礼 是 然后战胜过赌耶波莫瑟夫 那么16年是输给了泰式的选手江通菜 17年是输给了苏博邦 23年是为达腕牌提伤了手臂 他就是面对控制流打得并不好 实话 有段时间没在擂台上见过巴黎后的选手 对 这个年龄的确有一点不抵护 不知道怎么接了 的确是很少 刘伯基还是挺吃年龄 你得划分区域 在运动领域 哎哎哎哎哎哎 好不好 在运动领域 这个感谢小哥给我更正一下表达 在工作当中我们还是中流抵住啊 对我们经常看这个经常能看到这个80后中流抵住王腾销了 好的第一回合比赛一开始还没有过去多久啊 这个奇利亚就开始对我们的欧阳锋发起了进攻不停的逼近我们的欧阳锋 欧阳锋的表现也是十分抢眼啊 并没有着急防御而是不停的后撤想利用时间差打一个后手反击啊 可以说两个人真的是针尖对脉盲 欧阳锋呢是最近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喜讯啊 这个和河岛大海战胜河岛大海以后是进入到世界排名了 也是首个进入到70公斤世界排名的前十的这个中国选手 这双红阳锋的这个身体素质啊 在这个一个当中真的是二人羡慕啊 没错 而且呢在这场比赛当中 其实我觉得比赛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先把它放在一边 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上山和一个下山的人在山峰当中相遇 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一段故事 对 然后也是五人羡慕是70公斤的冠军嘛 然后这场比赛 而且他是应该是K1第三位中国级的冠军 什么是魏锐和刚刚 齐利亚也不愧是哥鲁加的传奇选手啊 虽然说这个身高不如我们的欧阳锋高啊 体型也没有我们的欧阳锋壮 但是可以看到他这个拳风露出确实是刁钻凶狠 打得我们的欧阳锋也是有一些难受啊 好那么距离本回合结束还有三秒 三二一 好的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 那么第一回合比赛两个人打的也是有来有回啊 相当不错 好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回合双方选手的精彩回放 OK那么第二回合比赛正式打奖 这个人办发标吗 MING PAO CANAD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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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将齐利亚击倒在地 齐利亚这个小腿之前是受过伤的 经过这么多年也确实是很难恢复了 这场比赛无论怎么说 是我们的欧阳峰取得胜利 虽然是有一点惋惜啊 不是KO对手 这个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胜质不武 但这不是我们的问题 非常非常棒 让我们再次恭喜欧阳峰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 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